听法的是 同上 所以修行的道路就是要充分相信自己其他一切放下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外别有用功别有修行 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也就是禅师们所说的不修之修 这里有一个问题果真如以上所说那么用词法修行的人与不做任何修行的人还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后者所做的也完全是前者所做的他就也应该达到涅槃这样就总会有一个时候完全没有生死轮回了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虽然穿衣吃饭本身是日用平常事却不见得做起来的都是完全无心因而没有任何智者 例如有人爱漂亮的衣服不爱难看的衣服别人夸奖他的衣服他就感到高兴 这些都是由穿衣而生的智者 禅师们所强调的是修行不需要专门的行为诸如宗教制度中的礼拜祈祷 只应当于日常生活经无心而为毫无智者也只有在日用寻常行事中才能有修行的结果 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其目的是无需努力需要有心其目的是无心正向 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 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努力达到无需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向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正如不知之之本身也是一种之 这样的之 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 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而不知之之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顿悟 修行不论多么长久本身只是一种准备工作 为了成佛这种修行必须达到高峰就是顿悟如在前一章描述的好比飞跃 只有发生飞跃之后才能成佛 这样的飞跃禅师们常常叫做剑道 南全禅师普愿八百三十年促 告诉他的弟子说 道不属之不知之是望绝不知是无济 若真达不宜之道犹如太虚扩然岂可强是非也 古尊素语录卷十三达到就是与道同一 他如太虚扩然也不是真空 他只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状态 这种状态禅师们描写为 至于李明静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古尊素语录卷三十二 后两句最初建于六祖弹经 后来为禅师们广泛引用意思是只有经验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名和不分的人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在这种状态经验者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上的知识 因为这种知识假定有知者与被知者的区别 可是他又不是无知 因为他的状态不同于男犬所说的无济 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之 一个人若到了顿悟的边缘 这就是禅师最能帮助他的时刻 一个人即将发生这种飞越了 这时候无论多么小的帮助也是重大的帮助 这时候禅师们惯于施展他们所谓 棒喝的方法帮助发生顿悟的一月 禅宗文献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 某位禅师要他的弟子考虑某个问题 然后突然用棒子敲他击下或向他大喝一声 如果棒喝的时机恰好 结果就是弟子发生顿悟 这些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 施展这样的物理和生理动作 震动了弟子使他发生了准备已久的心理觉悟 禅师们用如筒底字托的比喻形容顿悟 筒底字托了则筒中所有之物都顿时托出 同样的一个人顿悟了就觉得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也顿时解决 其解决并不是具体的解决而是在悟中了解此等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 所以悟后所得之道位不宜之道 无得之德 顿悟之所得并不是得到什么东西 书周禅师清远 1120年促 说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的在什么处所以道向前明的便是及经物的及经物的便是向前明的 古尊素语录卷三十二 在前一章 我们已经知道按森照和道生的说法真实及现象 禅宗有一句常用的话 山是山水是水 在你迷中山是山水是水 在你悟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禅师们还有一句常说的话 骑驴密驴 意思是指于现象之外密真实于生死轮回之外密涅槃 书周说 只有二种病 一是骑驴密驴一是骑驴不肯下 你道骑驴了 更密驴可杀是大病 山森向你道不要密 灵力人当下时的除雀驴 一是骑驴并狂心碎席 即时的驴了骑了不肯下此一 并最难医 山森向你道不要骑 你便是驴进山河大地 是个驴你做谋生骑你若骑管去并不去 若不其十方世界阔落地 此二病一时去心下无疑是明为道人父有什么事 同上若以为物后有的便是骑驴密驴骑驴不肯下 黄伯说 与莫动尽一切深色尽是佛事 何处密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安嘴 古尊素与路卷三 只要悟了则尽是佛事无地无佛 据说有个禅僧走进佛寺向佛像土坛 他受到批评他说你只给我无佛的地方吧 见传灯录卷二十七 所以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 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 圣人做的事也就是平常人做的事 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 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 禅师们把这叫做白齿干头更近一步 白齿干头象征着悟的成就的顶点 更近一步意味继悟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做 可是他所要做的仍然不过是日用平常的事 就像南全说的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旅 古尊素与路卷十二 虽然圣人继续生活在这里 然而他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白费 虽然他所做的事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 可是对于他却有不同的意义 如百丈禅师淮海八百一十四年促所说 为物为解十名贪称无此字 误了换作佛会 故云不亦就识人亦就识行旅处 古尊素与路卷一 最后一句看来一定有文字上的额误 百丈想说的显然是 只亦就识人不亦就识行旅处 人不一样了 因为他所做的事 虽然也是其他平常人所做的事 但是他对任何事皆无智者禅宗的人 常说中日吃饭 未曾咬着一粒米 中日这一味 曾接着一缕丝 古尊素与路卷三卷十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还有另外一句常说的话 丹水砍柴无非妙道 传灯路卷八 我们可以问如果丹水砍柴就是妙道 为什么是富士君就不是妙道 如果从以上分析的禅宗的教义 推出逻辑的结论 我们就不能不做肯定的回答 可是禅师们自己没有做出这个合乎逻辑的回答 这只有刘带新儒家 这只有留带新儒家来做了以下四张就专讲新儒家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轰 目录 第二十三章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 591-617年统一起来 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 618-906年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 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媲美 汉代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战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 62S年唐太宗627-649年在位 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 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凡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在位标准注释作书 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释在太学里讲授 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寻子董仲书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 经典原文句在著书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 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行上学问题 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 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儒家经典 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以经》不少 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直到唐代的后半夜才出了两个人 韩玉768-824年与李敖约844年促 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 大学、中庸、韩玉在其论文、原道、理写道 思无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遥以示传之顺顺以示传之语 语以示传之汤汤以示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梦可 科之死不得其传焉 寻与阳也则烟而不惊与烟而不祥 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敖在《父姓书》中写的也很相似 习者圣人已知传于炎子 子思众尼之孙得其祖之道术 中庸四十七篇已传于孟可 乌乎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示 放皆仁于庄烈老是 不知者为夫子之徒 不足以穷性命之道性之者皆是也 有问于我 我已无知所知而传焉而 却绝废弃不扬之道 饥可已传于十 李文公集 卷二 这种道统说 孟子早已说了一个 大概 见孟子静心下 韩玉李敖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 禅宗的说法是 佛的心传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道红忍和慧能 后来新儒家的臣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 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 朱熹中庸张巨前眼影 人们普遍地相信这个道统传道孟子就失传了 可是李敖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婆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 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 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敖以后的一切心儒家的报复 他们都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 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乘道统 他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心儒家的确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 特别是孟子的神秘倾向的继续 这在以下几章就可以看出来 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被称为道学家 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 心儒家 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与道学完全相等 心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 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 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终界的道家 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心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 在心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意与前一章 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心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最后第三是道教 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 心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这三条思想路线是意志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 所以哲学家要把他们统一起来 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形成一个统直的整体的真正系统 这当然就需要时间 因此心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述到韩玉里敖 可是他的思想系统直到十一世纪才明确地形成 这已经是宋代9611279年最繁荣的年代了 宋朝是唐朝王后经过了一段混乱分裂时期而重新统一中国的 最早的心儒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 周敦仪的宇宙发生论 第一个讲宇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周敦仪号联西先生 一千零一十七一一零七三年 他是道州在京湖南省人 晚年住在庐山就是第二十一章 说过的会远到深讲佛经的地方 在他以前很久有些道教的人画了许多神秘的图 以图示描绘密传的到他们相信得此密传的人便可成仙 据说周敦仪得到了一张这样的图 他予以重新解释 并修改成自己设计的图以表示宇宙演化过程 这倒不如说是他研究和发挥了 一传中的观念在用道教的图表示出来 他画的图名为太极图 他做的解释名为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 不必语 太极图 对照读起来也很好懂 太极图说 云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 静静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一粒烟 阳便因何而生水火木 精土武器顺步四十行烟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 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身也各亦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何而宁 甘道尘南昆道尘女 二气交感化身万物 万物深深而变化无穷烟 为人也得其秀而罪灵 行迹深以神发之以无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圣人定之以中正人意而逐静 自助无欲故静 立人即烟 周连西集卷一 一传的细词传上说 亦有太极是身两仪 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 他虽然很短却是朱西 一千一百三十一一二零零年 的宇宙发声论的基本提纲 朱西如果不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 也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之一 在第二十五章将要比较详细的讲他 精神修养的方法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 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 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 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 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 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 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 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 禅宗说 丹水砍柴无非妙道 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企图接近成功了 但是如我在前一章 所说的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推到 逻辑的结论就是 是父是君亦是妙道 当然原因也很明显 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说 他们的教义就不是佛家的教义了 他们就不用出家了 怎样成为圣人是心儒家的主要问题 之一周敦仪的回答是 主敬 他又进一步说 主敬 就是 无欲 的状态 他的第二篇主要主要著作是 通书 在通书中可以看出他说的 无欲 与道家和禅宗说的 无畏和 无心 是基本一样的 可是他用 无欲 不用 无畏 无心 这表明他企图撇开佛家的出世性质 若就这些名词来说 无欲 的 无 并不如 无心 的 无 那样的概括一切 通书 中说 无欲则尽须动直 尽须则明明则通 动直则公公则谱 明通公谱数以乎 周连西集 卷无 心儒家的 欲 自常指私欲 或禁止自私 有时候在 欲 自前面加上 私 语是为了使意义 更明白些 周敦仪这段话的意思 可以以 孟子 的一段话为例 来说明这个例子 是心儒家常常引用的 孟子 这段话是 惊人诈见 如子将入于 井阶有 修替 侧影之心 非所以 那交于 如子之父母 也非 所以要 欲于 相当 朋友 也非 恶其身 而然也 孟子 公孙 愁上 照 新儒家的 说法 孟子 在这里 所描述的是 任何人 在这种场合的 自然自发的反应 人在本性上 根本是善的 因此 他固有的状态 是心中 没有私欲的状态 或如周敦仪说的 禁虚 状态 应用到行动上 他会引起 立即要就 如此的冲动 这类直觉的行动 就是周敦仪所说的 动直 可是如果 这个人 不按照他的 第一冲动 而行动 而是停下来 想一想 他可能想到 这个如此 是他的仇人之子 不该救他 或者这个如此 是他的 有人之子 应该救他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他都是受 第二思念 即转念 所趋使 因而丧失了 固有的 禁虚状态 以及随之 而有的 动直状态 照新儒家的说法 新无欲 则如明镜 总是能够立即 客观的反应面前的任何对象 静的明好比心的 明 静的立即反应好比心的 通 心无欲 则对于外来 刺激的自然反应 落实在行动上 都是值得 由于之所以 公 由于公所以 一视同仁 也就是 普 这就是周敦仪提出的 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 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 一样自然而生 自然而行 少庸的宇宙发生论 另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 新儒家哲学家要在本章提到的是 是少庸昊昊康杰先生 1011-1077年 他是金河南省人 他的宇宙发生论 虽与周敦仪的略有不同 也是由 一经 发展而来 也是利用图解说明他的理论 在第十八章 已经讲过 汉代出现许多尾书 据说是补充原有的六经 在 一尾 中有所谓 卦契 说认为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在一年中各有一段时间 用事 按照卦契说十二月的每一月各在几个卦的管辖之下 其中有一卦是主卦 又名 天子卦 这些主卦是 傅三灵三太三大壮三央五 此字 OCR 三前三女后三顿三否三观三包三昆三 他们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他们的图像表示出了阴阳消长之道 在第十二章 已经讲过在这些卦中连线代表阳与热联系断线代表阴与寒联系 副三卦五条断线代表阴及阳生是中国就历十一月的主卦冬至在此月 干三卦是六条连线代表阴及阴阳 干三卦是六条连线是就历四月的主卦阳达到极胜 女后三卦五条连线在上一条断线在下表示阳及阴生是就历五月的主卦下至在此月 昆三卦是六条断线是就历十月的主卦 应达到即剩下个月就冬至阳升 其余的卦表是阴阳消长的中间阶段 这十二卦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 应达到即剩下一卦的第一天便出现阳 阳逐步上升一月一月的一卦一卦的越来越剩 一直达到即剩 于是下一卦的第一摇又出现阴逐步上升而达到即剩 接着又轮到阳升一年内的循环 各卦的循环又重新开始 这样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 要注意的是少雍关于宇宙的理论 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十二主卦的理论 周敦仪是从一传的一友太极式升两仪 两仪升四象四象升八卦 细词传上这些话演绎出他的系统 为了说明这个过程少雍画出如下的图 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阴、太阳 柔、刚、阴、阳、井、洞 图的第一层或最下层表示两仪 在少雍的系统中两仪不是阴阳而是动静 第二层与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四象 例如将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与第一层洞下的连线 连着看极的四象中的阳 这就是说在少雍的系统中阳不是以一条连线 表示而是以两条一连结 同样的将第二层阳下的断线与第一层洞下的连结 连着看极的四象中的阳 这就是说四象中的阳不是而是 同样的第三层或最上层与第二层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八卦 例如将第三层太阳下的连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 以及第一层洞下的连线连着看极 北游三条连线组成的干三卦 同样的将第三层太阳下的断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 以及第一层洞下的连线连着看极 形对三卦 将第三层少阳下的连线 与第二层阳下的断线 以及第一层洞下的连线连着看极的离三卦 用同样的程序可得全部八卦 其顺序位前三对三离三正三逊三坎三更三坤三 八卦各代表一定的原则或势力 这些原则实体化为天地及宇宙万物 少庸说 天生于动者也的生于静者也 亦动亦静交而天地之道静之矣 动之始则阳生焉 动之即则阴生焉 亦因亦阳交而天之用静之矣 静之始则柔生焉 静之即则刚生焉 亦刚亦柔交而的之用静之矣 黄极今世观物内篇 像其他术语一样 刚柔也是少庸从 一传中介用的其中说 立天之道约阴与阳 立地之道约柔与刚 立人之道约阵与亦 说挂传 少庸静一部写道 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 少阴为尘日月星 尘焉而天之体静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 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 焉而的之体静之矣 同上 这就是少庸的关于宇宙 起源的理论 这是从他的图 严格的演绎出来的 在这个图中 太极本身没有实际画出来 但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层下面的空白 就象征着太极 少庸写道 太极一也不动生 二二则神也 神身术术身像像升起 黄极金式观物外篇 这些术和像都在图中得到了说明 事物的演化规律 若在上图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层 并用同样的组合程序可得六十四卦全图 再将此图分为相等的两半 每半弯成半圆 再将这两个半圆 合为一圆级的少庸的另一张图名叫 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 考察这张图 为了简明将六十四卦简为十二 主卦 可以看出十二 主卦 在图中固定的顺序如下 由中看起顺十针方向 这个序列可用所谓 加一倍法 自动的达成 因为图中每层符号的数目总是比下一层符号数目加一倍 所以最上层及第六层的符号数目是六十四六层组成六十四卦 这个简单的极数使这张图显得很自然同时又很神秘 因此他作为少庸的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而受到绝大多数新儒家的人的欢呼 据说在这项发现内可以找到万物演化的规律和宇宙秘密的钥匙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一年四季的交替 而且适用于每二十四小时的昼夜交替 赵少庸与其他新儒家的说法应可以解释位置是羊的否定 所以羊若是宇宙的尘的力量应就是宇宙的悔的力量 用这个意义解释阴阳则此图表示的规律是说宇宙万物都经过尘和悔的阶段 所以负三卦的出售表示成的阶段的开始干三卦则表示成的阶段的完成 女后三卦的出遥表示毁的阶段的开始 坤三卦则表示毁的阶段的完成 此图用这样的方式形象的说明了宇宙规律是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 这个原理正是老子和异传所强调的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绝不是这个宇宙规律的例外 所以邵雍认为在副卦初遥世界就开始存在了 到了太卦世界上的个体事物就开始产生了 这时候人出现了到了干卦就达到文明的黄金时代 接着就是不断的毁坏过程到了 包括一切个体事物都毁灭了 到了坤卦整个世界都不在了 然后又在副卦初遥再现时开始了 另一个世界又重负以上的全过程 每个世界的成悔各经历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邵雍的主要著作是《黄极经》是 这部书里有我们现存世界的详细年谱 照这部年谱所说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那是在瑶的时代及公元前二十四世纪 我们现在是相当于包括的时代是万物开始毁灭的时代 第十四章 已经讲到中国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是不断退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现在的一切都不如理想的过去 邵雍的理论给予这种观点以形上学的根据 关于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的理论 听起来好像黑格尔的理论 不过照黑格尔的说法 一个事物被否定了一个新事物在更高水平上开始了 但是照老字和《易传》的说法 一个事物被否定了 新事物只是重负旧事物 这是具有农业民族特征的哲学 我在第二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章载的宇宙发生论 本章要提到的第三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 是章载号横渠先生 1021-1077年 他是金陕西省人 他也是在《易传》基础上提出宇宙发生论 不过是从另一个观点提出的 在他的宇宙发生论里特别强调 气的观念 他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和形上学的理论中越来越重要 气这个语字面的意义是gas 气体或ether 以太 在新儒家的哲学中 气语的意义有时候很抽象 有时候很具体随着具体的哲学家们的不同系统而不同 当他的意义很抽象的时候 他接近 植料 的概念 植料 的概念 建于柏拉图和亚历士多德的哲学与百拉图的理念 和亚历士多德的形式相对立 他这个意义是指原始的混沌的植料 一切个体事物都由他形成 然而当他的意义很具体的时候 他是指物里的物质 一切存在的个体的物都是用他造成的 张宰说的 气是这种具体的意义 张宰同前人一样以 一传 的 亦有太极是身两仪 这句话为其宇宙发生论的基础 可是在他看来太极不是别的旧式器 他的主要著作 镇蒙 中写到 太和所谓到 指太极 引着著 中韩府省身将动静相感知性是身因云相当胜负屈身之时 镇蒙太和篇 张子全书 卷二 太和是气的全体之名又被形容为 游气 同上 浮身动之性都是阳性 沈降静之性都是阴性 气受到阳性的影响就浮身受到阴性的影响就沈降 这就使得气永远在聚散 气聚就形成具体的万物气散就造成万物的消亡 镇蒙中又写道 气聚则黎明的失而有行不聚则黎明不得失而无行 方其聚也 安得不畏之后 安得不畏之谷之无 同上 于是张仔尽力排除佛老的无 他说 知太虚即气即无无 同上 太虚实际上不是绝对真空他只是气处于散的状态在也看不见而已 镇蒙有一段特别有名叫做西明 因为曾将他单独的贴在张仔书斋的西墙上作为座右明 在这一段文字中张仔以为由于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以人与其他的物都是同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是干天如父是昆的如母 把一切人当作自己的兄弟 我们应当推广孝道通过侍奉宇宙的父母及乾坤父母而实行孝道 侍奉宇宙的父母也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 每一个道德行为只要对他有绝解就是一个侍奉宇宙的父母的行为 例如如果一个人爱别人仅止因为别人与自己都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 那么他就是尽他的社会义务侍奉社会 但是如果他爱别人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 而且是因为他们都是宇宙的父母的孩子 那么他爱别人就不仅是侍奉社会 而且同时是侍奉整个宇宙的父母了 这一段的结语说 身无顺势美无宁也 身无顺势 是说活着的时候我就顺从和侍奉宇宙的父母 对于西明 后来新儒家的人极为称赞 因为他将儒家对人生的态度与佛家道 家道教对人生的态度清楚地区别开来 张宰在另外的地方写道 太虚 及太和道引者住 不能无弃弃不能不拒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寻世出入世界不得已而然也 正蒙太和篇张子全书卷二 圣人就是充分绝解这个过程的人 因此他既不求在此过程以外 如佛家那样追求破除因果结束生命 又不求长生不老 如道教那样追求修炼身体 所以他只求过正常的生活 他活着就做作为社会议员和作为宇宙议员的义务 需要他做的事一旦死去他就安息了 他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但是由于他的绝解他做的事获得了新的意义 新儒家建立了一个观点 从这个观点看来原先儒家凭定位道德的行为都获得更高的价值及超道德的价值 他们本身全都有禅宗称为妙道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确实是禅宗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哲学简式 冯友兰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轰 目录 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 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 他们号称 二臣 弟弟陈仪 一千零三十三一一零八年 开创的学派游朱熹 一千一百三十一二零零年 完成称为陈朱学派或 礼学 哥哥陈颖 一千零三十二一一零八五年 开创的另一个学派游路九渊 一千一百三十九一一九三年 继续王守仁 一千四百七十三一一五二九年 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 新学 在二臣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 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 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 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 这历来是百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 这一段真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行上学中真论的就是这个主题 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论这个真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他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陈浩的 人 的观念 陈氏兄弟是京河南省人 陈浩浩明道先生陈一浩一川先生 他们的父亲是周敦仪的朋友张仔的表兄弟 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仪的教会后来又常与张仔进行讨论 还有他们住的离少庸不远时常会见他 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陈浩浩及其称赞张仔的西明 因为西明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 这也正是陈浩哲学的主要观念 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人的主要特征 他说 学者虚先识人 人者浑然与物同体一理之性皆仁也 实得此理已成尽存之而已不须防茧不须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知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成乃为大乐 若反身未成则游是二物有对以及何比中未有之又安得勒 在第七章 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做过充分的讨论 必有事焉 这是孟子仰浩然之气的方法 也是心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 在成浩看来 人必须首先绝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 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 做启示来诚实的聚精会神的遵循着这个道理 这样的功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 所谓以成尽存之就是必有事焉 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味的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至先毫之力 陈昊与孟子的不同 在于陈昊比孟子更多的给予人以行上学的解释 一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约身 细词传下这里的身字可以当产生 讲也可以当生命讲 在第十五章把身字意做产生 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一传的原意 但是在陈昊和其他新儒家看来 身的真正意义是生命 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 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人 中医把麻皮叫做不仁 陈昊说 一书言手足为脾胃 不仁 此言最善名状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莫非己也 认得为己何所不至 若不有诸己 自不与己相干 如手足不仁 弃以不灌皆不属己 一书 卷二上 所以在陈昊看来从形上学上说 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 孟子所说的 侧影之心 不忍人之心 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 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 不忍人之心 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 私欲 或简言之 欲 蒙蔽了 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 这时候必须做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 本来是合一的病 以沉浸存之 而行动 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 这就是陈昊哲学的一般观念 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的发挥了 陈珠的 理 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 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 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襄和事物 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 共襄 也是白 共襄 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百拉图式的观念及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 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 明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 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 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 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陈昊诸锡 不过陈珠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 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 他们直接从一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 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一传的道存在着区别 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他伸出宇宙的万物 相反 一传的道则是多他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 正是从这个概念陈珠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激了陈珠的还是张仔和少雍 前一章 我们看到张仔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 气聚则万物形成病出现 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 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巨 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 正是在这里引起了陈珠的理的观念 陈珠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 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 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 夜是夜因为气聚时遵循夜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 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 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趋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 邵雍以为福西画挂之前 亦早已存在 二城中有一位说 姚夫 邵雍的好 引着著 诗 虚性画前缘有意 自从山后更无诗 这个意思古缘未有人到来 遗书 卷二上 这种理论与心实在论者的理论 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乘以的理的观念 张仔与绍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 质量的区别 这个区别成为分得很清楚 陈珠正如百拉图亚历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 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 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 原理及他们所说的理 材料及他们所说的气 朱熙所讲的气比张仔所讲的气抽象的多 陈仪也区别 形而上 与 形而下 这两个名词远出 一传 形而上者未知到形而下者未知气 细词 细词传上 在陈珠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 理 是 形而上 的 道 也可以说是 抽象 的 气 陈珠指个体事物是 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 具体 的 照陈仪的说法里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 他说 这上头更怎深说的存亡加减 是他缘无少欠百里具备 一书 卷二上 又说 百里具在平铺放着 几十道摇 进君到天的歇君到多 顺进子到天的歇子到多 原来 原来依旧 同上 陈仪海江 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 冲末无正万象森然 同上 他 冲末无正 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 他又 万象森然 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 全部的理都永恒的在那里 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他们的实力 也无论人是否知道他们 他们还是在那里 陈仪蒋的精神修养方法 建于他的名言 涵养须用 静静学则再致之 遗书 卷十八 我们已经知道 陈昊也说 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 实得此理已成静存之 从此以后 新儒家就以 静 自卫 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 于是 静 自代替了周敦仪所讲的 静 自 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 静 代 静 标志着新儒家静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 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 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需努力 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需努力的状态 禅宗没有说这一点 周敦仪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用了静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需用静 但是静什么呢 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 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 说王必所持的理论是圣人 有情而无类 庄子 中也说 智人之用心若竟不将不隐印而不藏 故能圣物而不伤 印帝王 王必的理论四级庄子之言的发挥 心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 遵循着与王必的相同的路线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 陈昊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谱万物而无心 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故君子之学莫若阔然而大功物来而顺应 人之情各有所必顾不能是道大律换在于自私而用志 自私则不能以有畏畏应积用志则不能以明觉畏自然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 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 是圣人之喜怒不细于心而细于物也 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陈昊达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 陈昊说的 阔然而大功物来而顺应 物自私物用志 与周敦仪说的 竟须动直是一回事 讲周敦仪时所举的 孟子中的力正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陈映的观点看 圣智圣人也有喜有怒 而且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因为他的心 阔然大功 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 他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 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 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 他的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 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他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 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类 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 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 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 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 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 但是由于他的行为扩然大功 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 因此他有情而无类 心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 不迁怒 论语庸也 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 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 这就叫迁怒 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 心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 颜回的这个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 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 因此诚以解释说 须是理会的因何不迁怒 譬如明尽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尽何常有好物也 是知人故有怒于事而色于事 若圣人因悟而未尝有怒 君子亦悟小人亦于悟 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心儒家看来言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 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 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 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 因而也就无怒可迁 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应 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他所累 言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 对于这一点心儒家推崇被制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 说过心儒家仕途在明教中寻求乐地 寻求快乐的确是心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 例如陈昊说 习寿学于周茂书及周敦仪 引着注 美领寻众尼言子乐处所乐何事 遗书卷二上 事实上 论语 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 心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 泛书时饮水驱躬而整之乐意在其中矣 不矣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树儿 子曰 闲哉回也 亦单时亦瓢饮在漏向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哉 回也 论语拥也 另一章 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 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 一位想当财政部长 一位想当赞礼先生 第四位明教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骨色 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 他的回答是 牧春者春福祭成观者五六人同子六七人欲呼一风呼五语涌而归 夫子未溃然探约五语点也 论语先进 子鹿曾西染有公西华士座 以上所赢的第一章 陈仪解释说 饭书时饮水 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 这一章 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 见 陈世经说 卷六 以上所赢的第二章 陈昊解释说 单瓢漏像飞可乐盖自有其乐而 其 与当完美自有生意 遗书 卷十二 这些解释都是对的 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在看陈仪的另一段语录 先于生无此字 O.C.R.问伊川曰 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 正书曰 颜子所乐者何事 申对曰 乐道而以 伊川曰 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已 陈仪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 所以朱西边 二 陈仪书 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 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 外书里似乎是编入 领测 其实陈仪的这个说法 倒是颇寒真理 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 可以用周敦仪说的 尽须动直来形容 也可以用成号说的 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来形容 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心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 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影的第三章的解释 可以看出来 朱西的解释是 曾点知学 盖有已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 随处充满无少欠缺 故其动静之计从容如此 而其言智则又不过及其所居之 为乐其日用之常出 无舍己为人之意 而其凶刺悠然 只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 隐然自见于言外 是三子之归归于 是为之末者其气象不谋矣 故夫子叹息而申许之 论语极注卷流 我在第二十章 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 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 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 而不遵从别的 照朱熹的解释 曾点恰恰是这种人 他快乐因为他风流 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 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 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 明教中寻乐地 但是必须同时指出 照新儒家的看法 明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 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 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梦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 没有呢成功了 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 看出来一首是少庸的诗 一首是陈浩的诗 少庸是个很快乐的人 陈浩称他是风流人豪 他自明其住处为 安乐窝 字号 安乐先生 他的诗题为 安乐营 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性事 垂三十年居落之四五此字 OCR 风月情怀江湖姓气 色思其举降而后至 无见无凭无腹无贵 无江无银无鸡 汝未尝幽影不至罪 收天下春归之干费 盆池滋盈问有见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智 或带接离或者半壁 或坐林间或行水计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文人之恶若负盲刺 文人之善如配兰慧 不清禅薄不谈方式 不出户亭直济天地 三君莫灵万中莫智 未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吉壤吉卷十四 陈昊的诗题为 秋日偶尘诗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 东窗日以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十家心与人同 到通天的有行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迎凭见乐男儿 道此事豪雄 明道文集 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 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真是豪雄 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 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心儒家中 有些人批评少庸大意 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 但是对陈昊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 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 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 中国哲学检释 -25 新儒家理学 htm-https-www.abay-monthly.com-window-reading-filch-filch-filch-底线25.htm 中国哲学检释 逢有栏 新儒家理学 轰 目录 第25章 新儒家理学 陈姨死后只有22年诸锡 1131-200年 就生于京福建省 这20年中政局变化是严重的 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 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和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 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 经开封市 现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首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 在此以前为北宋960-1126年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11279年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金斯明辩博学多产的哲学家 光是他的语录就有140卷 到了朱熹成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 这个学派的统治虽然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 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 但是他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独一的哲学系统 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人之前仍然如此 我在第十七章已经说过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 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据合注释 我在第十三章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清定经典的官版章据合正义 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时 1021-1086年写了几部经典的新义 宋神宗于1075年以命令搬行作为官方解释 不久王安时的政敌控制了政府这道命令就作废了 这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他们编在一起合称 四书 朱熹为四书做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这作 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 他还在修改他的注 他还做了《周易本义》诗集传 原人终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客以朱柱为官方解释 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政府同样的认可 凡是希望博得一地的人都必须遵照朱柱来解释这些经典 《明清》两朝细细细 明清 明清细细细采取这种做法 直到1905年 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今生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 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 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今生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 而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李 前一章,已经考察了诚意关于李的学说。 朱熹把这个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 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 形而下者有情有壮是此气。 朱子与类,卷九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力。 这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 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 与类,卷一百一。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 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稿之物亦有信是如何约是他何下有此理。 故约天下无信外之物。 因行皆云皆砖便有砖之理。 因作云主乙便有主乙之理。 与类,卷四。 又有一段说,问理是人物痛的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约故事有理。 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路。 同上,又有一段说,问枯稿有理否约才有物便有理。 天不曾生个比。 人把兔豪来做比才有比便有理。 同上,比之理及此比之性。 宇宙中其他种类事物都是如此。 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 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 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 所以照成诸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 由于这个缘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 朱熙在达留书文的信中写道,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然亦旦有其理而已未尝识有事物也。 诸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 因此所谓发明舟车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车而已。 甚至在形成物质的宇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着。 朱子语录有一段说,徐问天地为盼石下面许多都已有否约只是都有此理。 于类,卷一,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同上,理总是都在那里,就是说理都是永恒的。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 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中极的标准。 即,自本意是乌良在乌之阵中最高处。 心儒家用,即,自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 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 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 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 因此它叫做,太极。 如朱熙所说,事事物物皆有各极是道理极致。 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于类,卷九十四。 它又说,无极只是极致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致神是没去处。 连西,周敦已引着注,恐人道太极有行故曰无极而太极。 事物之中有各至极之理。 于类,卷九十四。 由此可见太极在朱熙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百拉图系统中,善,的理念。 亚历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 可是,朱熙系统中还有一点使他的太极比相拉图的,善,的理念比亚历士多德的,上帝,更为神秘。 这一点就是照朱熙的说法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 每个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种类之理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 朱熙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 于类,卷一。 但是如果万物各有一太极那不是太极分裂了吗? 朱熙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丙受又自各全聚一太极而。 如月在天旨意而已。 集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以分野。 与类,卷九十四。 我们知道在百拉图哲学中要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解释一语多的关系就发生困难。 朱熙也有这个困难他用月印万川的辟语来解决这个辟语是佛家常用的。 至于事物的某个种类之理与这个种类内各个事物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出来。 假使提出来了我想朱熙还是会用月印万川的辟语来解决。 如果只是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 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气,并在气上面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 朱熙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行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行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巨也。 是以人物之身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行。 达皇道夫书,文集,卷五十八。 他又说,以此气是一棒这理行。 即此气之巨则理意在焉。 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亦无忌妒无造作。 若理则只是个境结空阔的世界无形机它却不会造作。 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 但有此气则理变在其中。 鱼类,卷一,我们在这里看出朱熙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 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 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 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变在其中就是这个缘故。 关于理相对的鲜鱼气的问题是朱熙和他的弟子们讨论的很多的问题。 有一次他说,为有这事先有这理。 如为有君臣以先有君臣之理为有父子以先有父子之理。 与类,卷九十五,一个理先于他的实力朱熙这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一般的理是不是也先于一般的气呢? 朱熙说,理未尝离呼气。 然理行而上者气行而下者。 自行而上下言起无先后。 与类,卷一。 另一个地方有这样一段,问有事理便有事气四不可分先后。 曰要知也先有理。 只不可说今日有事理明日却有事气。 也需有先后。 同上,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朱熙心中要说的就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同上,没有元气的时候。 由于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说成是有事的就是谬误的。 因此若问先有理还是先有气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意义。 然而说气有事不过是事实的谬误说理有事则是逻辑的谬误。 在这个意义上说理与气之间有先有后并不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问题是理与气之中哪一个是百拉图与亚历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推动者,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动者因为,理却无情义无忌妒无造作。 但是理虽不动在他的,境界空阔的世界,中却有动之理静之理。 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并不静但是气已丙受,了动之理他便动气已丙受,了静之理他便静。 气之动者为之阳气之静者为之阴。 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中国的宇宙发生论所讲的宇宙两种根本成分就产生出来了。 他说,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 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 鱼类,卷九十四,这样太极就像亚历士多德哲学中的上帝是不动的却同时是一切的推动者。 阴阳相交而生五行有五行产生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宇宙。 朱熹在他的宇宙发生论学说中极为赞同周敦一少雍的学说。 星星 有以上可以看出赞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里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 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 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秉授的人之理。 朱熹赞同陈仪的,性及理也的说法并履作解释。 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遍形式的理只是个人秉授的理。 这样就可以解释陈颖那句颇有点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 陈颖的意思只是说才说理便已是个体化了的理而不是普遍形式的理。 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器。 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器使人各不相同。 朱熹说,有势理而后有势器有势器则必有势理。 但摒弃之轻者为圣位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 摒弃之灼者为鱼位不孝如珠在灼水中。 鱼类、卷似,所以任何个人除了他丙授于理者还有丙授于气者。 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柄。 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 百拉图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每个个人为了具有具体性必须是植料的体现他也就因此受到牵连必然不能合乎理想。 例如一个具体的圆圈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圆。 这是具体世界的捉弄人也无法例外。 朱熹说,却看你柄的气如何。 然此理却只是善。 既是此理如何的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 孟子之论竟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献逆。 是说其补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而。 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悖。 却得成是说出气质来皆一皆便皆的有首尾一其原备了。 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所谓气质之性,是指在个人气柄中发现的实际柄寿之性。 一经发现如百拉图所说它就力求合乎理想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理想。 可是固有的普遍形式的李朱熹则称为天地之性,以资区别。 章仔早已做出这种区别乘以朱熹继续坚持这种区别。 在他们看来利用这种区别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真的老问题。 在朱熹的系统中性与心不同。 朱子与陆有云,问灵处是心意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 性只是理。 与类,卷五,有云,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一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 理为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核变成知觉。 譬如这主火势因得这支高便有许多光焰。 同上 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核的体现。 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 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 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之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 朱熹说,论性要虚先时的性是个什么样物事? 臣子,性及理也,此说最好。 精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 在人人意理智性也然似着有何形状意只是有如此道理。 有如此道理便做的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测引修恶词让是非也。 譬如论要性性含性热之类要上一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浮了厚却做的冷做的热的辨识性。 与类,卷似。 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孟子主张在人性中有四种不变的德性他们表现为四端。 上面影的朱熹这段话给予孟子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心理学的。 照朱熹的说法仁义理智都是理属于性而,四端,则是心的活动。 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才能知道抽象的。 我们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 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陆王学派主张心即性。 这是陈朱与陆王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政治哲学 如果说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他自己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一定有国家之理。 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他必然安定而繁荣他若不依照国家之理就必然瓦解线人混乱。 在朱熹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制道。 他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他永恒的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他行他。 关于这一点朱熹与其友人陈亮,1143-1194年,有过激烈的争论。 陈亮持不同的观点。 朱熹同他辩论时写道,千五百年之间遥顺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长一日的行于天地之间也。 若论道之长存却又出非人所能遇。 只是此个自是更古更经常在不灭之物。 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中甜灭他不得而。 达成痛腐书,文集,卷三十六,还写道,盖道未长息而人自习之。 同上。 事实上不仅是圣王依照此道已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成就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罢了。 朱熹写道,长妾以为更古更经只是依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 故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 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为经唯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 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常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投出头眉。 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已有所力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已而已。 同上 为了说明朱熹的学说让我们举建筑房屋为例子。 建一栋房子必然依照建筑原理。 这些原理永恒的存在即使物质世界中实际上一栋房子也没有见过它们也存在。 大建筑师就是精通这些原理并使他的设计符合这些原理的人。 比方说他建的房子必须坚固耐久。 可是不光是大建筑师凡是想建筑房子的人都一定依照同一个原理。 如果他们的房子到底建成了的话。 当然这些非职业的建筑师依照这些原理时可能只是出于直觉或实践经验并不了解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 其结果就是他们所建的房子并不完全符合建筑原理所以不可能是最好的房子。 圣王的治国与所谓英雄的治国也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讲过孟子认为有两种治道王霸。 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是王霸之变的继续。 朱熹和其他新儒家认为汉唐以来的治道都是霸道因为他们的统治者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 因此这里又是朱熹继承孟子但是像前面一样朱熹及与孟子的学说以行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政治的。 精神修养的方法 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都有这种摆拉图式的思想就是,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国家。 香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将要做王的哲学家应受的教育。 朱熹在上面所影的达成痛苦书中也说,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为精唯一功夫。 但是做这种功夫的方法是什么朱熹早已告诉我们人人其实是物物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 太极就是万物之理的全体所以这些理也就在我们内部只是由于我们的气灵所类这些理未能明白的显示出来。 太极在我们内部就像珍珠在浊水之中,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使珍珠重现光彩。 做的方法朱熹的和陈仪的一样分两方面一是智之一是用尽。 这个方法的基础在大学一书中心儒家以为大学是初学仁德之门。 第十六章中讲过大学所讲的修养方法开始于智之和格物。 照成珠的看法格物的目的是智之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知。 为什么这个方法不从穷理开始而从格物开始珠熹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 盖说穷理则四悬空无捉摸处。 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气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 珠子全书卷四十六,换言之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 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 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存在于外界和我们本性中的理。 理我们知道的越多则为气领所必的性我们也就看得越清楚。 朱熹还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之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唯于理有为穷顾其之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使教必使学者及凡天下之物莫不应其以知之理而亦穷之以求知乎其疾。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或然贯通焉则重物之表里经粗无不道而无心之全体代用无不明以。 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顿悟的学说。 这本身似乎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辅之以,用尽, 那回答是若不用尽则格物就很可能不过是以智能练习而不能达到预期的顿悟的目的。 在格物的时候我们必须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了见性是为了擦近珍珠重放光彩。 只有经常想着药物才能依朝大物。 这就是用尽的功用。 珠希的修养方法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 他的人性中有万物之理的学说很像柏拉图的素会说照相拉图所说, 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关于一切本质的知识, 培德若,篇。 因为有这种素会所以,顺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各个美的事物, 的人能够,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的本质, 会影,篇,这也是顿悟的一种形式。 驻兴浩英文本作The School of Platonic Idea, 百拉图式理念,学派。 中国哲学检释 中国哲学检释 逢有养 新儒家新学 轰、目录 第26章 新儒家新学 第24章 已经说过陆王学派也称, 新学,由陈浩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 陆九渊,1139-1993年,人称《向山先生经江西省人》。 他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 他们围绕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陆九渊的, 陆九渊的, 新,的概念。 据说陆九渊王守仁二人都亲自经验过顿悟然后对于他们的思想的真理价值坚信不疑。 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四方上下约与网古来经约咒,呼大神约, 宇宙内是乃几分内是几分内是乃宇宙内是。 《向山全集》卷三十三, 又长约, 宇宙便是无星无星即是宇宙。 同上卷三十六。 朱熹赞同陈宜说的, 姓吉里,陆九渊的回答却是, 星吉里,同上卷十二。 两句话只有一语之差可是其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 我们在前一章, 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星是里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星语抽象的里不是一回事。 于是朱熹就只能说姓吉里而不能说星吉里。 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星吉里他以为在星性之间做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 关于这样的文字上的区别他说, 经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 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是眼偶不同而。 同上卷三十五。 可是我们在前一章, 已经看出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 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 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窘不相同。 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 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星,个人的星,或,星,宇宙的星。 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给予我们一个要略说明星学的世界系统大概是什么。 只有在王守仁的语录和著作中才能看到这个系统的更详尽的阐述。 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 王守仁,一千四百七十二一五二八年, 经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杨明先生。 他不只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名的实际政治家。 他早年热忱的信奉陈珠为了实行珠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礼。 他专心致志的,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 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忠于放弃这种尝试。 后来他被朝廷者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 顿悟的结果是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 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 就这样他把新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 先声由南正义有指言中花束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束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意和相关,先声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己。 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传习录,下,王文成功全书,卷三。 又有一段说,先声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常文人是天地的心, 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冲天赛的中间只有这个灵明。 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它间隔的。 同上。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人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 在它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 这样当然就没有珠希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事界的地位。 王守人也主张心极理他说,心极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传希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信也。 信极理也。 故有孝亲之心极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极无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极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极无忠之理矣。 离其外于无心也。 达顾东乔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 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珠希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 根据珠希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应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应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 可是不能反过来说。 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 根据珠希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的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 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 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明德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给予大学以行上学的根据。 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 三纲领是再明明德再清明再至于至善。 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 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其是天下由一家中国由一人焉。 若福坚行孩儿分而我这小人矣。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一只也其心之人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矣。 其为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 彼故自小之而。 是故见如子之人锦而必有处替侧影之心焉。 是其人与如子而为一体也。 如子由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糊素而必有不忍之心焉。 是其人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是其一体之人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 是乃根于天命之心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是故为之明德。 是故苟无私欲之必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人由大人也。 亦有私欲之必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爱漏有小人矣。 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为去其私欲之必以自明其名德父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矣而矣而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 关于清明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清明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 故明明德必在于清明而清明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清无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无之人时与无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以时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使明以。 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神鬼鸟兽草木也莫不时有以清之以达无一体之人。 然后无之明德使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 同上,关于,指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清明之极则也。 天命之姓翠然至善。 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 至善之发现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拘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 是乃明一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你亦亦争损于其间也。 少有你亦争损于其间则是思亦小智而非至善之未以。 同上,良知。 如此三纲领就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 明德不过是无心之本性。 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思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事物做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 见如此之入境而必有处替侧影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力。 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的知道是为是非为非。 这种知识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人称之为,良知。 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只是毫不犹豫的前进。 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 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思义而生的小智。 我们已经在第23章、第24章中看到周敦仪成浩都提出过同样的学说 但是王守人在这里所说的则给予这个学说以更有形上学意义的基础。 据说杨简,1226年簇,初见陆九渊问,如何是本心,不妨顺便提一下,本。 心,本来是禅宗术语但是也成为心儒家陆王学派使用的术语了。 陆九渊影,孟子,的,四端,未答。 杨简说他儿时几读此段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 杨此时任傅杨主不谈话中间还要办公断了一场卖扇子的官司。 事办完了又面向陆九渊再问这个问题。 陆说,是闻断善诵试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 杨说,指如斯耶,陆大声说,更鹤有也,杨顿悟乃拜陆为师,见,此乎遗书,卷十八。 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网守人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的一贼。 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 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 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 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 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没有说通过谈话这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 但是他和前一个故事都用的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标准的方法。 两个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 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 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 为什么王守人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 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 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人的术语说就是制良知。 因此,制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 王守人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正式格物。 大学还讲了八条目是自我的精神修养的八个步骤。 头两步是,制知,格物。 照王守人的说法,制知,就是,制良知。 自我的修养不过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行罢了。 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人与陈宜珠希都不相同。 王守人说,格者正也,悟者是也。 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他以为制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末律的方法。 制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物的日常经验。 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 意之所在便是物。 如意在于是亲即是亲便是一物。 意在于是君即是君便是一物。 传习路,上,全书,卷一,物有是有非是非。 一经确定良知便直接知之。 我们的良知之某物为是我们就必须真诚的去做它。 良知之某物为非我们就必须真诚的不做它。 如此正是就同时制良知。 除了正是别无,制良知,知法。 大学,为什么说,制之在格物,理由就在此。 八条目,的下两步是,成义,正心。 按网守人的说法成义就是正是制良知皆以制成行之。 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只是我们的意就不成。 这种不成与成引网守人所说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 一成则心正正心也无非是成义。 其余四步是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 照王守人的说法修身同样是制良知。 因为不制良知怎么能修身呢? 在修身之中。 除了制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 制良知就必须清明。 在清明之中除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可做呢? 如此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就是制良知。 什么是良知? 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 所以制良知也就是明明德。 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制良知。 在引用王守人的一段话,人心是天渊魔所不该。 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知本体失了。 如今念念至良知将此障碍至塞一齐去尽则本体以赴便是天渊了。 一节之之即全体之之全体之之即一节之之。 总是一个本体。 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用尽。 由此可见王守人的系统是遵循周敦移成号陆九渊等人的系统的路线但是表述的更有系统更为精密。 他将,大学,的纲目安排尽他的系统中安排的如此之好既足以自信又足以服人。 这个系统及其精神修养方法都是简易的直接的这些性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我们最需要的是首先了解每人各有本心本心与宇宙合为一体。 这个了解陆九渊称之为先立乎其大者,这句话是借用孟子的。 陆九渊说,竟有一无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两,无文之曰,诚然。 向山全集,卷三十四。 第二十四章,已经指出照新儒家的说法修养需用尽但是尽什么呢? 照陆王学派所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然后以尽存之。 陆王学派批评成诸学派没有先立乎其大者,支离破碎的从格物出发。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尽也不会在精神修养上有任何效果。 陆王学派把这种做法比做烧火做饭锅内五米。 可是对于这一点陈诸学派可能这样回答若不从格物做起怎么能够先有所利呢? 利什么呢? 如果排除了格物那么,先立乎其大者,只有一法就是只靠顿悟。 陈诸学派认为此法是禅不适如。 在第24章,我们已经看到陈尹也说,学者虚先识人,人与万物同体时得此理,然后以尘尽存之。 用不着令做别的事。 只需要自己信得过自己一往直前。 陆九渊的口吻也很相似。 他说,激励奋训绝破罗网焚烧荆棘及荡夷乌则。 向山全集,卷三十四,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孔子的权威也无需尊敬。 陆九渊说,学狗之本六经皆我注脚。 同上,我们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陆王学派是禅宗的继续。 对佛家的批评。 可是陆王学派和陈诸学派都激烈地批评佛学。 同是批评两派人有不同。 朱熹说,是是说空不是便不是。 但空里面需有道理使得。 若只说道我是个空而不知有个实的道理却作甚用。 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来一如无水相似他便道此渊只是空的。 不曾将手去探视冷温不知道有水在里面。 是是之见证如此。 于类卷百二十六又说, 如者以理位不生不灭是是以神时位不生不灭。 同上,在朱熹看来佛家说具体世界是空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具体世界的事物的确是变化的暂时的。 但是还有理理是永恒的不变的。 在这个意义上宇宙并不空。 佛家不知道理是真实的。 因为理是抽象的正像。 有些人看不见渊中的水因为水是无色的。 王守仁也批评佛家但是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批评。 他说,仙家说道虚圣人岂能虚上家的一毫时佛家说道无圣人岂能无上家的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 却于本体上家却这些子一死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一死在。 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的障碍。 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他又说,佛是不着相其实者了像。 无如这乡其实不着相。 佛,都是为了君臣父子夫妇者了乡便须逃避。 如无如有个父子还他以人有个君臣还他以亦有个夫妇还他以别。 合成这父子君臣夫妇的乡。 同上,我们若顺着这种论证推下去我们可以说心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的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 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 祝星号英文本作The School of Universal Mind,宇宙的心,学派。 中国哲学简释,-27西方哲学的传入HTM2020-0530。 HTTPS-www.abay-monthly.com-window-reading-fil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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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27.htm。 中国哲学简释。 冯友栏。 西方哲学的传入。 Home,目录。 第27章西方哲学的传入。 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心儒家的两派也是这样。 照朱熙的说法为了了解永恒的理原则上必须从格物开始但是这个原则朱熙自己就没有严格执行。 在他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他的确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某些观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注视。 他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理而且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这些永恒的理。 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成分。 这些成分随着陈珠学派的传统继续发展而日益显著。 陈珠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 对于新儒家的反动。 陈珠学派就是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在王守人时期这种革命运动达到最高潮。 陈珠学派用简易的方法诉诸每个人直觉的知识及良知也就是个人、本心、内在的光明。 陈珠学派虽然始终没有像陈珠学派那样为国家官方承认却和陈珠学派一样的有影响。 但是王守人的哲学也被人误解和滥用。 照王守人的说法良知所直接知道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 他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 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是王守人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 可是后来他的门徒发展到似乎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 这当然是荒谬的陆王学派的人也确实吃尽了这种谬论的苦头。 在前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到王守人用禅宗的辩论方法批评佛家。 这样的一种辩论方法恰恰是最容易被人滥用的。 有一个讽刺故事说是有个书生游览一个佛寺受到直视僧人的冷遇。 有一个大官也来游览却受到最大的尊敬。 大官走了以后书生就问僧人为什么待遇不同。 僧人说,尽是不尽不尽是尽。 书生就照僧人脸上狠狠打了一耳光。 僧人愤怒的抗议道,你为什么打我? 书生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王守人的时代过后。 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无疑是批评王学和禅宗的。 王守人生活在明朝,1368-11643年,这是一个汉人的皇朝取代元朝,1281-1367年的蒙古人皇朝。 明朝被国内革命和外部侵略所推翻。 代之以清朝,1644-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汉人统治全国这一次是满人。 可是对于中国文化满人比蒙古人百倍同情。 清朝的前二百年整个的说是中国内部和平和繁荣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化有了重大进展, 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滋长了文化的和社会的保守主义。 官方方面陈珠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 非官方方面对陈珠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 反对陈珠学派的领袖人物都谴责他们在禅宗和道家影响下错误的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已经丧失了儒家固有的实践方面。 有人攻击说, 诸子道路子禅。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谴责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这从前两章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从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谴责完全是不相干的。 正如第24章指出的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 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是在清朝儒家的正统地位空前加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等于说新儒家是假的是错的。 的确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他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更容易欺骗人从而把人们引上邪路。 由于这个缘故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做的注释。 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句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 于是他们研究了浩凡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摒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 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新于宋代。 从十八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真之一。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真。 文字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印有的意思。 由于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教堪考证与文学等领域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他们的历史与文学和其他研究的确是清代文化最大的独特的成就。 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为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 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心儒家的影响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精力都耗在四书上。 其结果对另外的文献他们简直毫无所知。 到了清儒智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经典了。 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莫子、荀子、韩非子。 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 他们的工作是改正颤入原文的许多而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 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现在才比以前力如名代好读得多了。 他们的工作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的确大有帮助。 这种哲学研究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激下进行的。 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个主题。 恐教运动。 在这里不必详细考察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 这里只说到明朝后期即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天文学深有印象。 如果欧洲人把中国籍周围地区称为远东,那么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远西籍,太西。 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西天,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太西,了。 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 我在第十六章说过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籍,以敌,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 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 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 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 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亦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他拒绝他。 他们不是把他们当作不同的东西而净只是认为他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 就像我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 同样的西方文化的传人在其中其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 刚才提到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教徒及与中国人的印象在其宗教方面远不如在其数学天文学方面。 但是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随着欧洲的军事工业商业优势的增长。 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 十九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之后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冲击。 19世纪就正在19世纪末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康有位18581927年发起了本国的恐教运动。 这个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即使从中国思想内部发展的观点看因为已经有汉学家铺平了道路。 在第十七十八章,讲过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古文学派经文学派。 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古经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 我们已经知道董仲书未首的经文学派相信孔子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后来走得更远。 我们竟然认为孔子是道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是人类中间的真正的神。 康有位是清代汉学经文学派的领袖他在经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意的有组织的宗教。 我们研究董仲书的时候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 康有位的说法比董仲书更有过之。 我们已经看到在《春秋》中更在汉儒的注释中以及在《礼记》中有所谓《三世说》及世界的进步经过三个时期或阶段。 康有位复活了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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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解释说,孔子生当巨乱之事。 经者大地既通欧美大便盖静至生平之事已。 亦日大地大小远静如一国土既静种类不分风化其同则如一而太平已。 孔子已欲知之。 这些话是他在1902年在《论语著》卷二中写的。 康有位是著名的戊须变法的领袖。 变法只持续了百日。 结果是他自己逃亡海外。 他的几位同事被杀满清政府的政治反动变本加厉。 按他的意见他所主张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子的真正教义。 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注入他自己的新思想。 除了这些他还在1884年写了一部《大同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具体的乌托邦根据孔教的设计将在人类进步的第三阶段实现。 这部书虽然大胆革命族已使最能空想的这作家称穆结舌可是康有位自己却远远不是空想家。 他断言他的刚领不到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绝不可以付诸实施。 至于当前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坚决主张只能是君主立宪。 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初被保守派痛恨因为他太激进了后来又被激进派痛恨因为他太保守了。 但是20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了现代科学它是与宗教对立的。 因而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受到了限制而孔教运动也就夭折。 可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1915年起草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康有位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教为国教。 对于这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妥协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用儒教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只是作为道德训练的基本原则。 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从此再也没有听说按康有位那种意思以儒教为宗教的话了。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戊虚年级1898年康有位和他的同志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 谭四同1865-111898年在辩法运动施改的壮烈训难作为思想家他比康有位本人深透多了。 他写了一部《人学》将现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引入了新儒家。 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书说明要读《人学》必须先读这些书。 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想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即算学格制社会学之书。 事实很明显当时的人简直不知道西方的哲学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陷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 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本世纪出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是严富1853-1920年。 他早年被满清政府派到英国学海军在那里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人文学科的书。 回国以后译出了以下著作《赫须离》、《天眼论》、《亚当·斯密》、《袁复》、《斯宾塞》、《群学一言》、《约翰·穆勒》、《群己全界论》、《明学》、《前半部》、《真克思》、《社会通权》、《孟德·斯宏》、《法义》、以及《耶方思》、《明学浅说》、《编译》。 严富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开始翻译这些著作的。 此后他就非常出名他的一本广泛传颂。 严富裔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 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 第二个原因是严富在其义文中写了许多暗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做比较以便读者更好的了解。 这种做法很像格意及类比解释我们在第20章讲到过。 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富的义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莫子、循子一样。 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 严富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的有价值。 但是严义的书目表明严富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 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明学浅说,与穆勒、明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一完。 严富推崇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声明以来无此作业,天眼伦,导演一暗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与严富同时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哲学方面理解比较透彻见解比较深刻可是是在他放弃哲学研究之后他才闻名于世。 他是王国为1877一1927年。 他是当代最大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 他在30岁以前已经研究了舒本华和康德。 在这方面与严富不同严富研究的几乎只是英国思想家。 但是到了30岁王国为放弃了哲学研究其原因具见于他的字序。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于疲于哲学有日益。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于知真理而于又爱奇妙物伟大之行而上学高研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无人所酷事也。 然求其可信者则您在知识论上知识论论理学上知快乐论与美学上知经验论。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 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见由哲学而疑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位借者也。 近安文集续编字序二。 他还说如斯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系统的产物。 当时他所知道的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哲学史家。 他说他若继续研究下去可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哲学史家。 他说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一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同上我大断的引王国为的话因为从这些引文来看我认为他对西方哲学深有所见。 用中国的成语来说他深知其中干苦。 但是整个说来在本世纪初真懂西方哲学的人是极少的。 我自己在上海读中国工学的时候有一门初等逻辑课程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教这个课程。 最后找到了一位教师他要我们各买一本耶方思的逻辑读本的原本用他做教科书。 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 教我们读这本书。 讲道论判断的一课时。 他叫起我拼拼judgment这个词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与M中间差近一个E。 过了不久另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倒是有意识的努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 耶方思的书后面有许多练习这位老师也不要求我们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动的做。 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请求这位老师讲解。 他同我讨论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能解决他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告诉你。 他再也没有来我为此生感抱歉我实在不是有意难为他。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计划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 门相当于后来的系。 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有一个哲学门及中国哲学门。 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当然可以教这方面的课程。 我于是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沮丧的是这位教授刚刚要教我们却去世了。 因此我只有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中国哲学门有许多教授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经文学派有的姓陈朱有的姓陆王。 其中有一位姓凤陆王叫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程每周四小时。 他从姚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还有五百年。 我们问他按这个进度这门课什么时候才能讲完。 他回答说,恩研究哲学无所谓玩不玩。 若要他玩我一句话就能玩不要他玩就永远不会玩。 西方哲学的传入。 19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 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讲演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说明。 但是他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学。 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已经一概废弃了。 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的学说的意义。 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他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他。 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接受者虽凡理解者概括。 可是他们的访问中国毕竟使当时的学生大都打开了新的知识眼界。 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价值。 在第21章,我曾说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有区别的又说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的新的概念。 西方哲学的传入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随着杜威和罗素的访问之后也有许多其他的哲学系统此一时或彼一时在中国风行。 可是至今他们的全部几乎都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 还没有一个变成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像禅宗那样。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 在第21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父的方法。 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父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 父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他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他的对象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父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父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实加强了他。 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 他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但是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他没有取代父的方法只是补充了父的方法。 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 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 他说他需要金子。 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 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 神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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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注意力的是罗吉 甚至在 严复翻译穆勒 明学 以前明代的理之早 1630年促 早已痛耶教神父 合议了一部中世纪 讲亚历士多德罗吉的 教科书 他译的书名叫 明理探 在第十九章 已经说过 明理就是变明西理 严复江罗吉意味 明学 在第八章 已经说过明家哲学的 本质以公孙隆为代表 也正式变明西理 但是在第八章 我已经指出明家哲学 与罗吉并不完全相同 可是有相似之处 所以中国人当初 一听说西方的罗吉 就马上注意到 这个相似之处 将他与中国自己的 名家联系起来 到现在为止 西方哲学传入后 最丰富的成果是 复兴了对中国哲学 包括佛学的研究 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一个人遇到了不熟悉的新观念 就一定转向熟悉的观念 寻求力 正比较和互相印证 这是最自然不过的 当他转向熟悉的观念 由于已经用 逻辑分析法 武装起来 他就一定要分析 这些观念 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 本章一开始就讲到 对于儒家以外的 古代各家的研究 清代汉学家 已经铺了道路 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解释 主要是考据的 与文学的 不是哲学的 但是这确实是十分需要的 有了这一步 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方法 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 各家的哲学观念 由于逻辑是西方哲学中 引起中国人注意的 第一个方面 所以很自然的是 在中国古代各家中名家 也是近些年来第一个 得到详纲研究的一家 胡适博士 先秦明学史 一书自1922年出版以来 一直是此项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其他学者如梁启超 1873 1930年 也对于明家及别家的研究 有很多贡献 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 古代的观念 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 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甚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 这种精神的影响 为什么在中国的许多教会 把中国的哲学原著和研究 中国哲学的书 移成了西方文字 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 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书 移成中国文字 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因此在哲学领域 他们好像是在做一种 可以称之为道转形式的传教工作 道转的传教工作是可能有的 正如道转的租借互换是可能有的 中国哲学检释 -28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HTM2020-0530 HTTPS www.ebayamonthly.com -window-reading-filch-filch-filch-底线28.htm 中国哲学检释 逢有栏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Home,目录 第28章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 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 当代的中国哲学 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 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 将有什么贡献呢 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 而且感到有点为难 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 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 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 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 现在就好了 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 已经有所了解了 我打算继续讲前一章 所讲的故事 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 我想直线于我自己的故事 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 这是唯一值得意讲的故事 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 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 我想这样做笔 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 论 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 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 要好得多 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 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 下卷于1934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 三年齐上卷由不得博士一成英文 于1937年10月在北平出版战争 已经开始了三个月 这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 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 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 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 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 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 从历史家的观点看 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 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 其原有形是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 所表述的那样清楚 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 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一指什么 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一指什么 在中国哲学史 中我尽量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 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 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 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 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 这确实比紧紧寻出 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 是什么要有趣的多重要的多 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 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 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工作 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 我与王国唯有同感 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 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 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 但是正在这个关头战争就于1937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在此毕业 清华大学哲学系 我在此任教 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 他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 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 其哲学倾向是观念 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 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路亡 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 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白拉图派 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白拉图式的 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陈珠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 前明北京 战争爆发后 前往西南在那里 与第三所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 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 阵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 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 最初连大层设在湖南省的长沙 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 其他个系设在恒山及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恒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 1938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 在恒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 却深受激励 其实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 其地则是怀让魔砖坐镜 见本书第22章 朱熹会有论学之处 我们正遭受着与近人难度 宋人难度相似的命运 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 这么多的哲学家 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 遭逢世变头指明山会 翠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 使这一段生活格外的激动 经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 但是我的书是陈珠理学的发展 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型上学问题的成果 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其他的书 新世论 新世论 又名 中国到自由之路 新原人 新原道 又名 中国哲学之精神 已由牛津大学的修士先生 一辰英文在伦敦出版 新之言 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往下我是将各书要点略数一二 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 这样做的时候 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哲学 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 哲学的推理 更精确的说行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 这某种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 从 有某种事物 这句话演绎出 心理学 的全部观念或概念 他们或是成诸的或是道家的 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的看作 仅仅是 有某种事物 这句话的逻辑蕴含 不难看出 理 和 气 的观念是怎样从 有某种事物 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 例如 动 的观念 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及宇宙的某种 实际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 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含于 存在 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 存在是一流行式移动 如果考虑宇宙境的方面我们会用到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 必先有 有 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 之前必先有 动 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 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人们把 有 动 想象位 上帝万物之 辅 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和行上学 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心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行上学观念把他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 这部书被人赞同的接受了因为对他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的这样清楚 有人认为他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 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陈珠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 但是在心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 按我的意见 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是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 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 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 所以在历史领域 我相信经济的解释 在《新世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 我认为王国为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美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用范围 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做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 他若做这样的肯定他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 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 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他 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 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种事物为出发点 有某种事物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做的唯一的肯定 哲学的性质 我在心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 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 这在本书第21章已经讲了 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 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 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 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之 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复的方法不可 哲学特别是形上学 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 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 这几点虽然只是我个人意见 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 倒是代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若干方面 正是这些方面我认为有可能对未来的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 往下我将就这些方面略加发挥 哲学和其他个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 但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又与其他个门知识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哲学的发展使他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某物 在这个某物中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感只可思的东西 例如方桌可感而方不可感 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发展不完全 而是因为方是一理从逻辑上说理只可思而不可感 在这个某物中也有既不可感而且严格说来亦不可思者 在第一章中我说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由于他的反思的性质 他最终必须思想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的某物 例如宇宙由于他是一切存在的全体 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 我们在第十九章已经知道 天自有时候在这种全体的意义上使用 如果像说天者万物之总明也 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 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的思 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 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 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 而不包括这个思的本身 因为他是思的对象 所以与思相对而立 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 可是他人需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 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 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 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 可是刚一要这么做他就立即溜掉了 这正是哲学的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 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超越经验 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 关于超越经验和理智者 人不可能说的很多 所以哲学至少是形上学 在他的性质上一定是简单的 否则他又变成了简直是坏的科学 他虽然只有些简单的观念 也足够完成他的任务 人生的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 我在第一章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 他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 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在这里更清楚的解释一下 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元人》一书中曾说 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 人做某事使他了解他在做什么 并且自觉他在做 正是这种绝解使他正在做的 对于他有了意义 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 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 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 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 这是我的说法 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 但是个人的绝解程度 不同所做的事 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 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 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 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 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 从最低的说起他们是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 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 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绝解或不胜绝解 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 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 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 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 其动机则是利益的 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 他的人生境界 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 他是社会的一员 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 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有这种绝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 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 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力 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 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 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 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 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及宇宙 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 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 天明 有这种绝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 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 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 这种绝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 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 公立境界的人是人 现在就是的人 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 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 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公立境界 然后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 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绝解 公立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绝解 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绝解 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 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 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 也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 才能达到天地境界 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 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 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 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绝解 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绝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 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 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 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 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百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 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 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 而在这个同一个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前几章已经告诉我们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 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 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 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 但是由于有高度的绝解他所做的事 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 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 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 禅宗有人说觉自乃万妙之源 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 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 必将让位于科学 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 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 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行上学的方法论 在《心之言》一书中我认为行上学有两种方法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 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 则是不说他 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他的性质 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实证的描写和分析 无法说出的 前面第二章 我表示赞同诺斯罗普教授说的西方哲学 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 未出发点 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 未出发点 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的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负的方法很自然的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到加油其是如此 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 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到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他不是什么 但是若知道了他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他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到家的父的方法 到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 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 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推就对于行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说是曾经应用过行上学的父的方法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及本体 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 因而就不能对于他说什么 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行上学只讲知识论 但是在习惯于父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 所以不应该对于他说什么 这是理所当然的 行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 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 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他有所知 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行上学系统无论他在方法论上使正的还是富的 无一步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 富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但是甚至在百拉图亚利士多德斯宾诺沙纳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 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 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 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行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 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 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 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 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非多 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 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富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 倒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完全的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忠于富的方法 如果它不忠于富的方法 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 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 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 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 无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 它不是反对理性的 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 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 因此中国哲学力来缺乏清晰的思想 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清晰思想 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 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 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 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 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 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 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复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禅宗有个故事说 据知和尚凡有结问为举一指 后有童子因外人问 和尚说合法要 童子亦竖起一指 知文遂已认断其指 童子豪哭而去 知父赵子童子回首之 却竖起指童子忽然领悟 曹山语录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他暗示这样的真理 在使用父的方法之前 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 必须通过正的方法 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 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 然后保持静默 然后保持静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